古代驸马有多惨,婚前要和宫女试婚,还很难进入朝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 我们经常能在剧中看到逍遥快活的驸马爷,迎娶公主的同时也获得无数的功名利禄,并且走上自己人生的巅峰。 其实古时候想做驸马要求是很高的,并且在当上驸马后也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逍遥快活。 那么,各朝各代对驸马有什么要求呢? 近年来,各种大伙的宫廷剧临次至比,其中不仅有争其斗艳的后宫。 环飞燕瘦的嫔妃,与公主和驸马相关的剧情也比比皆是。 譬如,清平月中纯真美丽的福康公主辉柔,与驸马李伟之间简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和情仇。 很多人一听驸马二字,第一个想到一定是其身为公主丈夫的身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所谓的驸马最开始其实并不单止迎娶公主之人, 而是在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官职称谓,全称是驸马都尉,也就是在天子出行时,掌管队列夫车的一个官职,说白了就是支队队长般的存在。 是个妥妥的闲差? 其实,古代的公主大多数也都是盲婚雅嫁,因为她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牺牲,所以和亲,联姻都是常有的事。 不过身为皇帝的女儿,她们嫁的人至少都是比较富贵的,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 但是,也有一些公主命运较为悲惨,嫁人之后才发现所嫁非人。 关于试婚制度的原型最早出现在前秦时期,在这一时期规定如果家中有两个女儿的话,妹妹如果先嫁为人妇,但却无法为丈夫生育子嗣的话,那么该家族也会把姐姐嫁过去。 为男子生儿育女,在这一期间已经固定了女性的作用和价值,如果女性不能够为丈夫生下子嗣的话,她就彻底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明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善的驸马考核制度。 由于朱元璋出生于农民家庭,所以她非常在意外期干政的现象,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江山之后,也规定了驸马的选拔制度,驸马只能够从民间或者是低阶的官员家族中挑选。 此举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外期干政。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 皇帝挑选驸马的流程是非常简单的,皇帝与驸马聊天,通过直言片语确定驸马的人品,就可以为公主安排婚姻。 但是这种选择方式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为了避免因个人偏见,而让公主的婚姻受到了影响,所以确定了明确的试婚制度。 试婚制度确立之初,也是为了保障公主婚姻幸福度,但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明朝时期有一公主,就是在试婚制度的影响下,直接导致她守寡十二年,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这位公主就是明神宗的妹妹,永宁公主。 永宁公主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明神宗便决定于全国范围内海选,挑选出财貌俱佳的驸马人选,把永宁公主嫁出去。 于是,明神宗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太监冯宝。 冯宝成为了最主要的帮助永宁公主挑选夫婿的人物,于是她也得到了大量的贿赂,富贵人家希望通过贿赂冯宝,真正的与皇家建立联系。 虽然大明王朝的驸马并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谁又能够拒绝与皇上攀上亲戚的机会呢? 冯宝接受了贿赂,并且把一个患有劳病的梁邦瑞带到了永宁公主面前。 永宁公主按照祖宗礼法和梁邦瑞结了婚,结婚当天,永宁公主发现梁邦瑞有劳病,她哭诉着向明神宗请求取消婚约,但是明神宗却听信了冯宝的一面之词,认为是梁邦瑞太过于激动,所以明神宗拒绝了永宁公主的请求。 梁邦瑞本就身体有样,同时在永宁公主身旁一众宫女和太监的座见下,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了,永宁公主15岁和梁邦瑞结婚,自结婚之后还未尝男女之事,彻底的失去了丈夫。 由于明朝时期对于女子的贞结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永宁公主无法改嫁,她守寡12年,27岁这一年,离世。 也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导致满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失婚制度是非常重视的。 清朝时期已经制定了完善的失婚制度,公主在与驸马成婚之前,会挑选一位失婚宫女和嫁妆一起先到驸马家中,与驸马生活一段时间,测试驸马的身体以及人体。 如果失婚格格顺利怀孕那么之后公主也会嫁给驸马,如果失婚格格迟迟不能怀孕,那么皇家就会怀疑驸马的问题了,可能会再次派其他失婚格格验证。 也可能直接退婚,失婚格格不怀孕还好,怀孕了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 皇家是绝对不会允许驸马的长子或长女是由一个宫女生出的,此时的宫女和孩子一般都会被秘密处决,只有通过了失婚的驸马才能最终迎娶公主。 但迎娶公主后失婚格格的命运通常是十分悲惨的,如果驸马恰好喜欢这个失婚格格,他就可以留在家中做侍妾,这也是最好的结局,因为迎娶的是皇家公主,所以驸马一生中都不能纳妾,这对于封建时期的男人无疑是十分郁闷的。 但碍于皇家威严也并不能说什么,失婚格格如果没有被驸马留下则会被宫中给一笔银子遣返乡里,因为宫女也被要求有贞洁之身,如果不是处女是不能在宫中继续当差的。 这就涉及到了皇帝尊严的问题,宫女其实和嫔妃一样,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皇家的私人财产,皇帝想宠幸宫女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失了身的宫女自然也不能继续留在宫中。 被遣返的宫女这一生也不会好过,古时候女子的贞洁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处子之身的失婚格格,这一生都在难嫁人。 有些人甚至会卖身为继,所以古代女子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她们的命运完全不由自己做主,失婚这种违背天理人伦的制度也终将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落幕。 那么古代的驸马真的很幸福吗?迎娶公主的她们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做了驸马就一定飞黄腾达,过上幸福生活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甚至有许多才子都对驸马这一身份避之不及,因为一旦成为皇家的驸马就意味着此生只能侍奉公主。 皇家为了避嫌是不允许驸马入朝为官的,这就导致一些有报复的才子们都十分不想成为驸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到朝堂之上大显身手。 而非做一个女子的仆人。 而驸马不能纳妾更是要了许多男人的命,古代青楼产业发达,许多达官贵人和风流才子都流连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宋朝的皇帝都深陷其中。 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大文豪也都是青楼的常客,白居易也在家中养鸡数百,所以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多妾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并且驸马也大多出自于富贵人家,自己的父亲一般也都是三妻四妾好不快活。 而轮到自己却要终身侍奉公主一人,古代男人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 这也让许多人断了做驸马的念头,毕竟公主再好也不能和天下所有女子相比,而不做驸马才有后面的无限可能。 再有一点就是驸马身为皇家的人,更不能丢了皇家的面子,在外处处受制约,逛青楼喝花酒等古代男人常做的娱乐活动也几乎不能参与。 而公主在家养男虫等行为却十分正常,这对一个古代男人的打击是极大的,甚至有许多飞扬跋扈的公主还会对驸马进行家暴。 搞出一期多夫的场景,所以做驸马爷也未必是一件幸福的事,除非男子是和公主真心相爱的,这样迎娶公主才会真正幸福,种种原因也导致一般的才子宁愿终身风花雪月或在官场臣服也不愿做驸马。 按照青史稿的记载,清朝的公主和驸马不能同住,如果哪一天二人想要同住,就必须到内务府登记。 史书的原话是,驸马居府中外设, 公主不宣兆,不得共诊席,每宣兆一次,驸马必用无数归费,使得相聚,可以看出,宣兆一次,就要去内务府登记一次,手续繁琐不说,每次宣兆,驸马都要给管事的嬷嬷塞钱,不然嬷嬷就会百般阻挠,甚至骂人。 原话如下,极有所宣兆,保姆必多方建祖,甚至则已无耻。 看看驸马的遭遇,和宫女试婚,已经是奇耻大辱。 毕竟能够有资格被选为驸马的,都是王公贵族中的青年才俊,却要和剑籍身份的宫女试婚。 此外,在父母之命,媒妇之言的社会规则下,贵为公主。 婚姻之事,也照由皇帝皇后来决定,驸马也一样,两人甚至都没见过。 便被要求在一起,乱点鸳鸯土所造成的的悲剧,也实在是令人惋惜。 因此,生活在能自由恋爱的时代,是件千载难逢的姓氏,不能光羡慕驸马们年纪轻轻就躺平享福,还要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综合下来看,古代驸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在风光的背后,却是无尽的痛苦。 对于父母而言,这样的日子恐怕一天都当不下去。